近日,郭台办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武汉市一处名为台北路和台北派出所的地名引起多方关注 因为台北路命名是1984年,当时是改革开放的初期 台北路是中国大陆第一条以台湾的地名命名的道路 位于武汉市解放大道以北,全长2000余米的台北路,是中国大陆首条以台湾地名命名的道路 在以台北路为主轴一平方公里的范围内,高雄路、台东路、苗栗路、嘉义路、台南小路、云林街等十多条以台湾地名命名的街道交错相通 不仅如此,台北商场、澎湖公寓、街区比比街市的台湾元素让人仿佛置身于宝岛 来自台湾高雄的张立伦和妻子来武汉创业已有六年时间 近日与中心设计者谈起武汉与老家的相似之处 时空交错间,一连串相似路名,让他觉得既亲切又熟悉 行走至位于台北路附近的宝岛公园,张立伦忍不住当起了导游 你看到这个就会非常有亲切感你知道吗 我们偶尔有些就是台湾朋友来,我们都会希望带他过来这边看看 公园内有两座塔是仿照高雄莲池坛内的龙虎塔而建 就连湖心岛从空中俯瞰也行似缩小版的台湾岛 据了解,隐匿于闹时间的宝岛公园,一湖而建,风景优美 周围居民区林立,是当地民众休闲健身的首选地 武汉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与台湾相关的地名 武汉市地方制编撰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吴明唐告诉中心设计者 台北路原名为安定路,寓意安定团结 1984年,中国大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启动 对外开放、招商引资成为当时一项重要的工作 在当地政协委员的建议下,安定路改名为台北路 此后,沿街商店、道路、社区、公园都相应命名为与台湾有关的名称 形成台湾风情特色街区 当时武汉市政府就确定把这个安定路改名为台北路 台北路为核心扩展的进行了扩充 以台湾的地名命名了一系列的道路 比如说高雄路、云林街、金门路、马祖路、嘉义路、台南小路、台东路等等 现在以台北路为核心也陆续建设了一批的这个道路 就是成了事实上就形成了一个台湾风情的一个街区 江岸区台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曾祥俊介绍 随着海峡两岸经济交往的日益频繁 台北路引起海内外高度关注 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 台北路以台湾风情特色街区为依托 拓展楼宇经济 开展招商引资 引入餐饮、娱乐、百货、电影城、金融等产业 街道经济实力大增 同时也吸引了众多台胞台商来此考察、参观、投资 近年来 随着周边商圈的逐渐建立 开启经营者、台胞啊 他们在这边过来旅游、打卡 也有在这边工作和生活的台湾同胞 吴明堂称 不仅在武汉 大陆许多城市都有以台湾不同现实命名的街道 同样 台湾的街道中也有不少包含武昌、汉口、南京等 大陆城市名称的字眼 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名默契 是台湾和大陆血脉相连的见证 两岸人民的感情是非常深厚的 希望拉伸两岸人民的感情 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最基本的、朴素的因素